安城忠雄,我是 我知道他曾經跟榮妍設計一個 我們講靈骨塔,而且很俗氣 可是他講的是那個靈之什麼? 生靈之靈 那我是在一個雜誌上看到他這樣有介紹 那這樣動態的影片是今天第一次看到 那食物的實景好像你是有去看過是不是? 所以等一下可以請人家分享 你看那個建築物之後的感想 那我們台灣人是不是也有很出名 像他這麼有特色的建築師 你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位嗎? 就是你自己的 你有你的作品可以分享嗎? 沒有帶來 我有做了一個客家裝 客家 不好意思要先走 我有做了一個客家人 他們的小小的社區圖書館 那個圖書館是經由佛光山 他們大力贊助幫他們蓋起來的 其實這個圖書館有一個很小的故事 就是說在大概約15年前 有一個國二的學生 他為了說 因為客家人他們其實很純樸 但是他們很注重涵養 他們經常居住的環境裡面 離都市有時候 圖書館裡面是有一點點距離 尤其在屏東這樣的一個小地方 那這個國二的學生是一個女生 他為了說要去圖書館裡面 就是讀書以外 還有就是說他要去找尋一些資料的時候 在往返的途中發生車禍 然後人就這樣子過往了 那這個爸爸 為了這件事情 他不只是難過而已 他發現他們的莊園 雖然才一百多戶 可是實際上這些每一戶的人家裡面 就有大概總共有二十幾位的小朋友 都需要去面對這樣的事情 要到圖書館去讀書 那爸媽又忙於農忙 所以實在是沒有辦法陪他們去讀書 他們就發起了一個運動 就是說他們要在社區裡面 蓋一個小小圖書館 那他們的小小圖書館 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人家的那種活動中心 桌椅都是自己訂的 甚至於桌子還很可愛的 把他桌子很半圓形 可是因為經由那個豐宅之後 他們整個圖書館還有圖書 是整個被水給淹沒掉了 那淹沒到說大概有半層樓槓 那所有的圖書 之前的努力幾乎是白費掉了 那沒有辦法的狀況下 他們只好尋求外來的支援 連屏東信政府都已經跟他們說 他們真的是完全沒有經費可以再幫他們 尤其他雖然不算說是公眾的一個 怎麼講大型圖書館 可是圖書館離他們那邊幾乎只有半個多小時的路程 那他們為了說這些小小孩 他們還是希望能夠得到資助 所以他們透過縣政府 有縣政府的單位去找那個火光山 找火光山的慈悲基金會來幫他們整修房子 那他們就整個前村牽到那個地方叫煙豚巷 就在那個屏東長寺的地方 那個普通中心大概佔地是92坪 那實際上裡面的使用空間大概有是在62坪而已 那整個建築物就是那種人說 我剛才說五十年代的建築是很好的對不對 它不是 它更越早 它更越早 所以你以前的建築 我們早期的建築物是不是 我們是要打得真採取後 老幫建築後才會聽鑽牆 可是它不是 它是更早的建築物 更早到怎麼樣子呢 它是我們的基樁 打在地底下肢後 就空 頭架 頭架空起來之後後 一條爪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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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最終館店的老包 所以它每次衡陽幾乎是在三米的地方 就有一個 那這種房子幾乎它不能敲 不能打 但是它面臨的事情非常多 例如只要有一点点风沙 有一点尘土 是沾在他们的阳台的时候 那只要长了草之后 它就会漏水 所以在这样很不好的环境下 那时候我刚开始去看到那一栋房的时候 第一个想到 我是要开花这一期 然后我跟他给我的使命是 我大概只有多少钱 那你其他的可能要麻烦你 我们想办法 那时候我其实非常非常觉得 很棘手的事情 我就去找了当地的建筑师 一个叫周慧明的 他人非常正直 他就去帮我掉笔记筒出来 然后他跟我说 这是装造墙 这种房子 你如果卡住 你就整天都要去心里 一晚之后我真的 心里都聊了一大半 我想说 看不过最大的方法就是 外面替火了整个晚上 不起来而已 不必要怎么办 可是又想到说 那火晚上 在那里面有什么意义 结果后来我跟建筑师讨论之后 建筑师给我的建议就是说 如果你只要不要说做增见的话 其实他的整修最简单就是外皮整个全部重刷 把它的粉尘全部都剃掉以后 重新再粉刷一遍 那屋顶的部分呢 我想到的比较简单的方法 那我就只给他一个铁皮屋顶 可是我也很不甘心说 把这样的铁皮屋顶盖给他们到底有什么好看呢 那我就画了一个 用简约型的方式敲掉了他们的一部分外观 然后因为没有图片了 所以我没有办法跟你讲 他原先就像一般的活动中心 除了四十方方以外 在他的两栋建筑物中间刚好有一个走道 那个走道是大概有三米左右 不到不足三米那两米吧 那我就把前面活动中心 那个比较早期那种房子 他们是有一点点铺铺出来的地方给抄家 敲掉之后 他就变成一个正四方形的建筑物 那我就在想说既然都已经打算去盖了 也打算用部分的铁皮屋了 那我还是把他的造型做一做 所以我把他整个屋顶制作 他在法规里面有个认定就是说 当他你的修整不用达到一米八以上的时候 他是可以不用再经过建筑师才去申请修建工程 或是说证件工程 你只要做所谓的部分修整 不用透过这种程序上的方式来去做修改的时候 他是可以的 所以我就把他的整根女儿墙全部敲掉 敲掉之后 我在他的屋顶上面不用一般的屋顶 所以讨论过以后 他们告诉我那个小女生的故事以后 也告诉我说 他们想给这一个图书馆 一个名称就是说向日葵 那向日葵姨姨在什么 在 我说可是你们客家庄不是那种蓝白山吗 不是那种 那种手染的才是你们最原始的 应该代表的语惠吗 他说不 我们希望他像向日葵一样 给我们带来的阳光 因为我们不愿意在我们的孩子这一带 再去面临之前发生那个小女生的事情 所以他们想那个小女生的故事给我听之后 我想说好 既然要向日葵 那我希望图书馆带来的是阳光 是他们的希望 所以我在两栋建筑物当中那个轴道 我就是开了一个很长的天井 我把梁柱留下来 但是局部都给他掐掉都给他挖掉 挖掉之后我的斜屋顶放上去之后 我又在那一个我敲掉的地方整个盖 我的玻璃上去 所以变成人走在那个廊道里面的时候 几乎他不用用很多的电灯 可是相对的光影是可以透进来的 那这个图书馆的旁边又是朱色 然后那个排放出来的味道 说实在虽然很不好 可是他的麻雀却很多 那当地的村棉师跟我讲说 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 朱色跟我们的生活是紧密的 我们并不会因为他的气味 而觉得他是不好或不舒服的 所以我也就放下那种心理借地说 好那我就是左手做我该做的就好 那开了那个天井之后 我开始去思考 什么是阳光 什么是享日亏 那这样的房子改建 到底要怎么样才能达到 花300多万 但是又要把它修建好 然后又要可以达到 一点设计感出来 所以我用了那种 铁架做了一点点造型 做一个很大的一个邪度 来去代表他的阳光 我带进 江日葵常用的那种橘色系 把它拿来做外形 那开了那个天井之后 我又在他的下面用铝料 要整个去请人家用铝板去凹半圆形 那在那个半圆形当中 我请师傅自己用手工 帮我当很多的行星在上面 打完之后把那个屋顶套上去 让阳光透下来 不再只是很大片的阳光 而是会是经由那些星星的形状 透光下来 那刚好这个建筑物 它是坐南超北 所以在他的东面 太阳升来的时候 刚好那些星星是从墙的角落 从西边一直印到地面 到日落的时候 他是来到东面 所以他们看完我那个佛工山的那个住持 看过我图设计之后 他跟我讲说 诶 啊 图书馆的图书馆 想到他一个这个星光大大 我就跟他说 我没有那个想法 我只想到说 孩子其实他们除了来图书馆 是读书之外 我希望的是亲子之间的一些 比较亲密的活动 所以我希望说 这里除了让人家觉得说 是一个阳光挥洒的地方之外 也是他们的希望 所以我在种团里面 打漏很多星星的图案 那在经由这样很自然的光鱼 的变化消耗 让它变成比较有趣 那孩子其实有时候 他们来读书的时候 不是只有一个 我小的一二年级来读而已 有时候一二年级来读书 还要再拖一个幼稚园的来 那你说 怎么样叫他们 可以安心的读书呢 所以我在整个室内 他们图书馆的部分 我就分了三个大区 一个是给小孩子的 可以书中心 就是大一遍的 那一个就是给那种 非常不安分的小孩子 打滚的地方 打滚看书的地方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真的给他们那些 国小跟国中要读书 那爸妈要怎么样 来跟他们互动 学习的地方 所以那个图书馆 是分成三个区 那做完之后 我还是不甘心 因为书架那么多 可是实际上看起来就是 还是那种觉得说是单调 所以我在书柜 把它矮化之后 贴上就是我用上彩的方式 帮他们上他们的 特家人专有的那种红砖墙 我把那种红砖墙的颜色带进来 然后才会在像 在那个书架的背后 那我又在书架的下地方 开了很多小洞 那些洞是为了 让他们有一种清净感 例如老鼠会从那边穿出 或是动物会从那边走 因为客家庄园里面 他们蛮有特色的就是说 他们虽然会去做好的家 但是那样子真的是走来走去 我们来回去 那我想到这个时候 我就想到说 我就这样这么自然的 给他们就好了 那我又在天花板 做了一个很大的斜屋顶 因为那个天花板 其实是长连漏水 长了青苞胎 然后又有裂缝 我除了在上面夹开铁皮之外 我里面我也希望给他们一些天花板 给一点改变 所以我做了一个很大的斜坡 那我那个斜屋顶 是整个这样子在四方里面 做一个很大的斜线 斜线下来的地方 刚好是他们几乎要投影 可以教导孩子的时候 可以投影看的部落 那做了那个大斜顶之后 我希望说看书 其实不一定要这么自私的 就是作证 排排站在那边看书而已 所以我又在天花板上面 用了很多那种四分甲板 我把它画了很多块的那种树板 然后整个上到天花板里面 然后用青隔间的那种 单架的那种铁线 掉下来 让他们觉得说是自然 不外 就在树下里面 看树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又在树的 我制造了两棵大树之外 我又在树的中间 挖了一些小孔 放了那种灯泡 那种节能灯泡 那种LED的那种节能灯泡 放进来 让他们觉得说 我坐在这里就是看 就像是坐在室外一样 看书的那种感觉 那是我营造给他们的 那我又希望能够 引导最小那种 非常调皮的小孩子 能够来找书 所以我在路口的地方 在他们庭园的地方 我把他们整个停车场 本来是绿地 我把它画成一个 就很像那种庭园里面 我们不是都会有分割线 都会有田梗吗 我就在那些 画了一些田梗之外 又在那边种了草皮 那其实它有两个很大的作用 第一个就是说 我画了那些 把原来的那种水泥地打过 画出现植草之外 第一个它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可以泄水 下雨的雨水 可以不用像以前常情 在路面上 因为它的地面不平 而有积雪状况 所以我把那些画开的时候 水是可以自然经由那些草皮 是流到地里面的 这个在环保上面 然后在怎么讲 比去挖沟曲的方式还要好 所以我在那里做一支外 再来就是在入门口的两个地方 画了两个大脚丫 我要这些孩子 在这些还不是非常懂事的孩子 去寻找什么叫做讲印 那时候刚好在做这个设施的时候 我有去看了一部漫画 那个漫画是一个小小的印子 它在讲什么 讲一个小女生 它蛮封闭的 可是因为在欧洲里面 他们房子跟 就是说 邻居跟邻居之间 往往有时候隔着非常远 有时候隔了一个大山丘 才有一个邻居 那他怎么样跟大自然的动物 去做互动 结果我就是看到他 怎么样去寻找角钟 那寻找角钟的时候 他会唱一首儿歌 那那首儿歌引起了我一个想法 所以我把那个小女生寻找角钟的想法 放到这里来 放到这里来之后 我在地面上从路口 到一直到书柜的地方 我做了一些安排 例如我画小鸡的脚印 我画青蛙的脚印 我贴在地面上 我贴在我的那个什么 我们的那个书架上 然后又在书架里面 画了很多的人影 让他们去找寻说 你进到这里来 为什么你会看到这个脚印 那这个脚印里面 让你找到什么书呢 那这个脚印是什么东西呢 那你可以从书上去获得 用比较 应该说有两三种交错的方式 来引导孩子去看书跟学习 那当初在跟这些爸爸妈妈 谈这些的时候 就开黎明大会 我画完的时候 跟他们开黎明大会的时候 他们是 我讲完所有设计 大家鸦雀无声 我心想 慘了 那到底是怎样啊 我想都没有回应 那就很惨 结果变成人就走在那个图书馆里面 走来走去告诉他们说 这里是书柜 那里是柜台 然后柜台下面应该是什么东西 然后书柜会在哪里 那村民都想说 我很抱歉 是你们客气 来搞什么技巧 我还有一段意见也可以 可是师父他比较人心 他可能接触人 他做的社工工作比较多 他觉得这样应该不是很好的反应 等到盖完绝对会有问题 换成师父跳下来跟我们沟通 结果这一沟通 他们第一个反应就告诉我说 我们不要柜台在那里 我跟他说 你觉得柜台在那里为什么不好 柜台在那里 我都没能够过去的小孩 小孩乘生日 买的时候 结果要走到最后 为什么要把柜台放到那里 那时候我就一直想 我心想 总算有这个孩子 为什么才可以讲话 所以我告诉他们说 其实你们这一栋建筑物里面 总共有六个出入门 非常难管理 我会想办法把你们六个门 全部封闭掉 只留下一个大门 那他们的门就像我们这样的小小的门 可是我想办法把它们整个切割开来 变成是一个式拉门 变成是一个光线 还有大家进出来 进出量可以很大的一个门 那我把所有的那些四个方面的门 全部堵掉 堵掉之后 我留个一个 一般人可以讲 像我们柜台是在这里 我是把柜台挪到最内角 为什么要挪到最内角 因为内角的外面刚好 因为外墙刚好有开了一扇门 那那个门 这个建筑物它是能敲打的 我如果说要在它原来他们想要的那个地方 再开一个小门的话 其实我有可能敲了之后 我有可能帮它几乎要盖掉搬栋房子重新来 那我就想说我把它沿到里面 而且沿到里面还有一个用意就是说 我虽然在那边的门堵掉了半个 可是我开了一扇窗 我希望值班的妈妈 一公妈妈只有一个的时候 是能够面面俱到 关照到里面最小的孩子 然后也能看到外面的人到底谁来了 那我也希望来还书的孩子 不是那种被强迫式的来读书 我来人生哦 放在这里照 我不要那样子 所以我希望他们是走进来以后 把书放进来 跟妈妈谈说我来还了几本书怎样子 然后进到这里的时候 他看到别的孩子也在看书的时候 能够互相讨论 那这种互相讨论其实才是我要的东西 因为他们希望孩子有一个读书的环境 那我的希望是孩子跟孩子之间 在这个村落里面可以有一个互动 就是说今天我读了很多末书 那你们家的孩子你读了什么书 我读了什么书的时候 我们家小孩看到什么东西 你来看看这本书里面写什么 我希望是这样的互动 所以我希望人是走进来 而不是把柜台榜在最外面 那谈过这个之后 所有村民只有一件事情 你读了什么都你们的事情 我没有事情 我没有问题 就因为这样子而达成很多共识 那也因为有这样的声音之后 我听到他们内心里面 真正对这个图书馆到底有多渴望 然后也了解到他们的孩子 到底实际上是几岁 那我才知道说我这样的设计算不算是完整的 那有空有空的那个图带给大家看看 谢谢 谢谢 那怪迷他 他病病臭臭的讲了好多点 好多的设计 我们脑袋瓜里面有没有把它组合起来 他一边讲我一边听我一边组合 这里的人到那边的鱼雕 然后那边的组合 所以你的 硬碟里面没有 没有这些资料 因为这一台是我助手的 我没有带我那一台 那太可惜了 莫非你是御留伏笔 下一次再来唱唱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期待 有 我们这个 你刚刚一开始是介绍外国人的设计师 日本人 那个 安恒忠雄 安恒忠雄 我们台湾也是有特殊 特别有名的设计师 那你的作品在屏东县 在长治乡的一个图书馆 虽然你小小的地方 应该是有你的特色 我们在安排时间 请你过来分享这一段 欣赏的作品才有趣嘛 对不对 要不然脑袋你组装 好像有点乖乖的 那我们这里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 可以吗 都是那个茶叶 好 谢谢 谢谢各位大姐 那 我知道你要分享是不是 你要分享 那个 龙岩 龙岩那个 龙岩 龙岩花园 你有去过 我去过 好 那你可以跟我们简单分享 之前 之前在 我想把我的礼物送出去 我想问大家 安藤忠雄 他是在 几岁的时候 展露他的设计风采 不知道 几岁 十五岁 十五岁 几岁 十五岁 再加一 再加一 再加一些 十五岁的时候是 他经由他们家 自己在盖房子的时候 开始对建筑 对那些工人 对那些材料产生兴趣 但是他在得到 他在设计方面 开始展露头角的时候 已经是他结婚后 所以在这里 勉励大家 不管你们几岁 你们都有机会 再想想 好 你想的过程 我们先请他分享好了 好啦 你要不要麦克风 不用不用 其实他之前 是 我在台北北投 我之前住北投那边的时候 是一个朋友带我去 他问我说 他龙岩建设原本的 总公司是在北投 新北投公园那里 那龙岩建设老板那时候 请他 是说 不计任何代价 我只要做一个 台湾 不要说像台湾有的那种风水 风水水那种八卦那一种 结果他把八卦把它 原生到他自己设计的 圆形里面去 就是 一进去的时候 他 四季的那个 花 那个花 都会 春夏秋冬 就会开花就对了 那种花草 就像 我们高雾酒厂 那样 原本就是种四种草 春夏秋冬 都会长的绿绿的 高雾酒厂 那种树 然后就走 你走进去 根本不会像 好像在 好像 一个花园一样走进去 一个步道走进去 走进去之后 对 往下 他往下 其实他 他们里面的 一个导览员 他们里面有一个导览员 他 不是一般的那一种 一般的那种 管 管木的什么 他是 一个 跟你讲说 你是 你的 亲人 以后 在这边 是怎样的一个 环境 跟你做 跟你做一个 很明确的一个 导览解说 说 你是从 你现在是在上面 有一天 你也是会在 往下 他就是以前 旧时候的那种 台湾习俗 他不可能像 基督教啊什么的 随便弄一弄 他就是 以台湾人的民俗 入土为安 你就是从上面 一定要往下 他往下下去 走那个阶梯下去的时候 你看那个影片 他那个影片地方 有一个 四四方 那一个就是柜台 柜台就是服务处 你要到哪里 然后他 你从那个柜台那边 去跟他说 你要 是几号 然后就到 对面走进去 一个长廊 走进去 走进去 他就是一个圆形 他圆形 他是 旁边有那个 阶梯可以上去 两个旁边都可以上去 你是几楼 几楼 几号 几楼 就是这样子 他就是分层分层分层 然后他中间 在镂空 其实台湾的建筑 其实是 就像 古建筑 他是有一个四四方方 都是庙宇 就是四四方方的天井 他是一个圆形的天井 他照下来 整个照下来 他的地板是太阳 太阳的光 而且他不用 不用你自己去看风水 他就是一个圆形的风水 你在怎么样描 你在怎么样 请风水师去看 一样都是这样子 他就是圆形的 你说哪一边好 哪一边不好 都在 他也是 他之前 他跟农园建设老板 有一个很大的争议点 就是 风水的问题 看法 对 对他的看法就是这样 因为我去听 在台北市贸会议中心 他 那个要花钱去的 花钱去听 安永中心 我那时候来台湾 有演讲过一次 他说花钱 票很贵 可是很值得 那是人家给我的 我感谢 我们感谢 他原型的 原型的 你们有空 其实 善是灵谷塔 跟你说 善是灵谷塔 你可以去看 因为 使者为大 我们也是尊敬他 我们去看他的建设 他也不会说去触犯一些什么的 他那个蛮不错的 可以去看 你可以说说 那个景点已经让人家 没有感受到 是那一种很阴陈的 对对对 他不会阴陈啊 好 那